每周貿易戰打得火熱 川普封殺華為 歷時46天 終於露出曙光而另一頭 雞雞雞排隊人潮 一圈繞過一圈 華為心機賣得更火燙 師妙銷售額就衝破兩億人民幣 絲毫不受禁令影響 量產也還是很大的 就是定名有因為 我們禁一下了以後 我們就沒有很大的量產 用我們使用 用我們所有的考慣訓練都有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 雙手抱胸 老心在在 因為拆開華為最熱門機款 P30 Pro零組件 在1631個原件中 美國僅僅供應15個 比重還不到1% 而成本59.36美元 也只佔1成6 主要大宗 還是都集中在中國大陸 華為本來就沒有被燒到 華為只會越來越強 而且這個是沒有辦法去阻擋它的成長 它會成為全世界消費品的第一供應 甚至標準的大過 華為成浴火鳳凰來勢洶洶 而川普也出手要力推MIU 美國製造 只是要把蘋果生產線移回美國 短期內恐怕還是有難度 從一顆小螺絲就足以說明 第一個是美國的成本比較高 第二個是美國的勞動力 其實美國過去20年來 把這個金融規約建立起來 但是把所有製造都趕出去 甚至傳出連Mable Pro 都要再從美國搬到中國大陸 就是體認從生產規模 到技術成本面 都難與中國大陸抗衡 東森財經新聞 紅沛與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